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注册甲骨文的最新通道 也就是最新的方法 这篇教程我写的比较少 因为它注册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不需要用信用卡 如果你有兴趣尝试一下的话 你可以先来到我的博客 然后点击这里的注册地址 这里边就是说注册OCI的按加速器 然后先写你的邮箱地址 再选择你的国家 邮箱地址的话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就写我的邮箱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邮箱地址尽量使用你的企业邮箱 如果你有的话 然后选择国家我们选择China 产品通知的话我们不勾选 然后就直接点击提交 接下来我们要到邮箱当中去 检查这一封新的邮件 然后我们在这点击继续 在这个页面我们还是要添一份表格 名字 姓氏国家 国家代码这里要输入你的电话 但是这个电话也不需要验证 角色职务组织和个人网站这里不用填写 值得说明的就是在这里 请描述您的arm开发项目详情 因为这种账号注册的方法 有人说是教育号 也有人说是企业号 我个人更倾向于是企业号 在这一栏当中大家可以把自己 使用arm的需求详细的讲一下 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 那就是白嫖归白嫖 但是我们不要搞欺诈 就是说你描述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比方说是教育行业 你就说我想体验最新的arm架构 让学生去学习一下新的arm架构 如果你是网站开发者 那么你就可以说我想把网站转移到arm架构的机器上 然后体验一下这个速度的提升 是学生的话那就更好办了 你就说自己想申请arm架构的机器来学习 总之就是这一个栏目 它是影响注册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然后下一个是选择工作的区域 这里边给出了10多个区域 大家可以去任选 下一个就是您的用力需要多少个实例 这个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一个两个到5个 6个到20个 也可以不进行选择 下一个是您是否已有oriko云账户 按照实际的情况去选择 然后提供一下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账号它的审核是需要5个工作日 如果一周没有回复 那么就说明这一次申请失败了 如果申请成功的话 你的邮箱里会有下一步的提示 如果你想体验甲骨文云服务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它真的不用信用卡 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注册的甲骨文账号 在30天以后 会自动转为免费账号 也就是你可以永久的使用甲骨文的 免费实例 到目前为止你仍然没有甲骨文账号的话 那么这一次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注册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几点 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